伊朗高调公开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将遇大麻烦 中东局势要变了吗 大家好我是萱姨华 欢迎收看远华观点 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将遇到四个大麻烦 中东局势或将改变 最近伊朗通过俄罗斯媒体高调宣布 已经研制出首枚高超音速导弹 这个消息可谓是意识机器千层浪 特别是一直对伊朗文攻武吓的美国来说 虽然伊朗方面没有公布具体的参数和其他技术细节 但也足以让美国人如梗在喉 要知道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连美国人都还没有掌握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完全掌握 这项都没绝技 那么在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之后 对未来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认为首先伊朗会让美国更加忌惮 美国一直以来非常忌惮伊朗的导弹技术 伊朗的各式导弹的性能都是经过实战检验的 在过去的一二四年里 美国吃了不少这方面的苦头 大家知道美军在中东地区有多个军事基地 为了防备伊朗的导弹威胁也是煞去苦心 组结了一个严密的防空网 即便是这样 还经常爆出美军激励 遭到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武装攻击 刚才说了 美国都没有掌握这枚高超音速导弹技术 伊朗拥有了这样的大杀气之后 之前美国苦心经营的防空网将直接化为炮影 其次呢 中东地区的局势可能会随之改变 中东局势复杂 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至今还在中东地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很多和伊朗不对付的国家 都在美国的军事之下寻求庇护 现在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 很大可能会是美国的威望受损 让美国在中东产生信任危机 第三呢 伊朗未来面对美国的态度将变得更加强硬 美国一致利用伊朗核问题打造文章 将用谈判迟迟得不到进展来逼迫伊朗放弃导弹技术 目前伊朗拥有了高超音速导弹 想到伊朗放弃导弹技术就更加不可能了 未来谈判桌上的伊朗会变得更加强硬 最后就是可能加深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不光是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联署打压伊朗 前段时间乌克兰也在威胁伊朗 并声称要发起制裁 这很可能会是伊朗和俄罗斯走得更近 假如把伊朗逼急了 加深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泽连斯基的麻烦我想可不行 在俄乌战场上 伊朗为俄罗斯提供的无人机已经大显身手了 所以伊朗成功研制出高超音速导弹 便具备了更多对美国说不得底气 你只有具备了让对方忌惮的实力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以后美国对伊朗讲话可要小心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